周末给你的另一半做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 他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我们先打三个鸡蛋 一勺白糖 一大勺面粉 一颗酸奶 用料理机把它搅拌成没有颗粒的状态 平底锅不用刷油 烧到微热 一勺面糊一个饼 全程小火每面刻煎一分钟 把煎好的饼放在盘子里 每层饼之间来几片草莓 跟提前打发好的奶油 来点水果装饰一下 摆个泡子 一道美丽的早餐甜甜 就这样轻松的搞定了 再用我高质量的煎盘煎个牛排 这个煎盘的设计理念非常的完美 煎出的牛排不但有好看的纹理 还能将多余的油脂留在锅底 高质量的厨具 可以大大减少你烹饪的难度 成为你烹饪道路上的垫脚石 而不是半脚石 最后我又做了一个培根炒面 来丰富我完美早餐的多元化 一顿丰富的早餐 有肉有面有甜点 还要啥自行吃人